特别注意 基本上呢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 还是在 做一些模拟的测试 那接下来的话请各位回去 多找一些案例 这案例的部分的话 尽量就是像我们待会做的第一个练习 之前是做新闻网的 所以回去请各位花一点时间找找看新闻网 请你把 各大报的新闻网 全部都抓下来做个比对 看有什么差异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一个新闻网背后老板是谁 那你就发 什么没家的 观点完全不同 OK 是不是 对于新闻处理的 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 OK 你就可以 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OK 所以前一阵子我蛮喜欢 就是大概都转 转那个 新闻台就转三历 看一看 可是三历看一看就觉得好像 怎么好像看到都是说某部分的好 说某部分不好 对 然后又转中天 怎么感觉又不太一样 所以偶尔不要局限在某一个新闻台 就给它随时 更替一下 不过后来发现 台湾的新闻网好像就是 真的是 新闻的制造台 反正没有新闻就把它制造新闻 或者是 那感觉好像应该看一点国外的新闻好像比较有趣一点 因为前一阵子想要学日文嘛 所以都会看那个日文的新闻台 不过我觉得日本的新闻台好难看 比照一下那个 台湾的新闻台 哇 台湾的新闻台简直是跟众议台一样嘛 对不对 那个日本的新闻 怎么可以把爆新闻爆成这样 感觉机器人一样 什么表情也没有 那怎么可以看北韩的啊 北韩的 更无聊吧是不是 OK 所以不同的那个 就不同国情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实战了 也就是回去啦 当然你们可以有个方向 我是建议 可以给自己一些题目去 去试做看看 就很简单嘛 你就去抓 各大新闻网的标题就好了 不难不多吧 OK 然后你就有时间就做 因为你每天也许都会看新闻这些东西 你就试着 看了 也顺便练习 看了也顺便练习 接下来如果说你要抓什么 抓外汇资料好了 比如说你在这边 Google找一下外汇 你可以发现 这边有很多外汇资料广告 这边去 去亨网 是不是 还有台银嘛 还有玉山 今天的话人民币应该是 人民币又涨一点 OK 然后美金 差不多 人民日 因为其实我有买一些 之前买最 之前常去日本 就买了蛮多日币 最近又通通把它卖掉 因为好像就放在那边完全没有利息 而且不高也不低就在那里 那个区间而已 好 好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什么 只要看到 我希望看到我们抓外汇资料 所以各大银行 台湾有多少银行 有100家吧 8大对啊 分行嘛 不不不不分行 就是银行的话 30 怎么这么少呢 有外汇交易的应该也 至少有30个吧 所以如果假设了我们有个需求 我希望 把所有各家的外汇的 那个汇率抓回来 然后做个排序 哪一家高哪一家低 那你可以按照币别 美金 人民币 日币 等等的 然后呢 全部抓回来做个排序 那第1个当然你要先把哪一些 银行 那以前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很麻烦 因为每 如果每天都要做那更麻烦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各家的 没有 网站 比如说我们先举个简单例子 台银外汇 台银应该没问题 因为最多人 使用这个 而且他的汇率你说 不高也不低 好像最便宜的方案就是 到他们的那个 提款机 去提领 直接提领 这样是不是最便宜 后来我发现 之前用了一个方法就是 玉山银行 也有啦 就是直接 存的话是存集齐 领的话呢 也是领集齐的 有时候好像没有收索续费 另外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刷卡 他有办那个刷双币卡 他买的时候是买集齐汇率 刷的时候也是 直接就集齐汇率 最低的汇率 给 然后不收索续费 我又是有办一张这种卡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因为我有时候就会看汇率比较低的时候 多买一些 当作负的话就是比较低的那个汇率的 费率 那所以呢 怎么知道汇率的高低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那个 台银外汇 那请各位待会 S找一下那个 外汇 然后 台银外汇 你会发现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 是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 台银的这个汇率表 把它抓下来 那汇率表里面的话呢 大概分成几个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他就是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里面的话呢 第一栏 也许我要匹别 第二栏的话也许是现金 的买入 有没有 现金的卖出 所以 第二 第三 然后在集齐什么 买入 集齐卖出 所以是 二 三 四 五个栏位 那分别把这些资料呢 通通帮我抓下来 并且 存成一个CSV的档案 然后将来我希望呢 能够在Excel呢 直接就把它打开 当然也许可以怎么 直接就存到 也另外一个方法啦 存到资料库啦 不过这个请各位自行在练习看 那接下来呢 我应该怎么样把 这五个栏位的资料 分别抓下来 然后输出成一个 我要的这样的一个CSV CSV当然就是 我们就是栏位名称嘛 中间大家逗点 逗点 逗点 然后抓第一个 逗点 这都是逗点 然后换行 这要怎么做 首先呢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 分析 这个抓取的资料的网页 所以呢 第一请你在哪里呢 在这边 选取美金 如果我要抓 辟别这个栏位的话 按右键检查 那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的话呢 辟别部分 就在这里 你会发现 当然我们 给各位看一下 他这边的话呢 一定是个DIV 好有没有 然后class的话是这个 后面的话呢 他的test就这些 不过你会发现 前后好像很多的空白 所以你用strip 把前后的空白拿掉 那这样的话呢 就通通抓过来了 第一个 已经观察到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不过你会发现 假设你栏宽 缩小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两个栏位不见 有没有 那个 极其不见了 为什么 主要我想应该是 跟 如果你在手机上面看的话 只会看到现金 但是如果你的栏 这个宽度 增加的话 有没有 他极其又出现 也就给电脑看 不同的 环境有不同的画面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 这个极其消失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 有没有 上面有三点 你把它Duck to Button 有没有 点下去之后的话 让它 换到下面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东西 也许你可以先什么 先抓这个 然后再抓这个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两个 按右键检查一下 这个叫什么 它的 Table 它是TD 它的标签名字是这个 然后Data Table Data Table 其实也可以用Data Table这个属性 或者用class 我们用class好了 class后面的话 这个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名称 跟下面这个名称 这两个呢 有没有 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变成怎么样 这两个 叫一样名称 那这两个呢 检查一下 这个 跟下面这个 又叫一样的名称 所以会造成什么 等于是说呢 它这个名称一一会对两个 一个弊别 对一个买入卖出 对一个买入卖出 所以要怎么刚好 如果这样要输出 要刚好符合我 输出CSV的要求 五个栏位的话 那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分析一下 了解一下 画面先 还给各位 然后再试作看看 怎么样把这五个栏位 可以抓下来 并且 存成一个 Excel可以开启的一个CSV档 我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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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